我也注意到韩国领导人发表演讲的相关内容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我想强调的是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它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世人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支军队 只要站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对立面 势强凌弱 倒行逆施 扩张侵略 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希望有关国家多做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事情 不要重蹈覆车 关于长津湖战役 根据中方战士记载 此役共歼敌3.6万人 其中美军2.4万人 包括全歼美军一个整团 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 也在混乱中翻车身亡 美国国务卿爱奇逊称之为 美国历史上路程最长的败退